欢迎收看小高 中国一节郑亲文已经结束了2024年的所有赛程 以总决赛亚军收官 休赛期间 郑亲文收获了两大喜事 分别是官宣重量级代言 以及拿到年度杰出大奖 按照参赛计划 郑亲文25年首秀 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联合杯 将缺席即将开打的比例减金杯 作为中国体育的新门面 郑亲文总决赛结束后 就成为了车企奥迪的代言人 奥迪官方用让力量成为优雅 用智慧赋予想象来形容这次的合作 郑亲文则写道 这一回合你我联手上场 与此同时 郑亲文也出现了广州车展的奥迪展台 与此同时 郑亲文还和陈梦一起拿到了年度杰出运动员大奖 郑亲文通过视频发布了感言 他说道 对于我来说 这一路非常快乐 但也伴随着艰辛 离不开祖国的培养 也离不开在我身后支持我的家人们 更加离不开这一路走来爱我 支持我 鼓励我的你们 郑亲文能够获得顶级品牌的喜爱 和收获年度杰出运动员大奖 是因为他在赛场上屡创佳绩 成为运动员的典范 彰显了中国力量 本赛季 郑亲文实现了十个首次 分别是首夺奥运金牌 首进大满贯决赛 首进年终总决赛决赛 首进一千赛决赛 首次在WTA未免 首进世界前十 首进世界前五 首胜No.1 单赛季奖金 首次突破500万美元 和赛季50胜18 复成中国第一人 此外 郑亲文还拿到了三个冠军 五胜Top10 三胜Top5和生涯最大一笔奖金 230.5万美元 二五赛季 郑亲文的首项比赛是联合杯 他将携手张之珍出战 而在广州南沙举行的 比例减金杯 世界组附加赛 郑亲文确定缺席 中国队派出了韦斯嘉 王熙宇等人组成的年轻阵容 中国领队刘峰 对于出战阵容 给出了解释 赛季末 球员有不同的伤病 还有的刚刚结束比赛 我们出于综合考量 为了球员的身体健康 还有排名上的考虑 制定了这次的出战阵容 也就是说 郑亲文缺席 主要还是刚刚结束了比赛 出于对球员的身体健康考量 24比例减金杯 世界组附加赛赛程 11月16日 13点 维斯嘉VS贝努瓦 15点 王新宇VS范德温克尔 11月17日12点 王新宇VS贝努瓦 14点 维斯嘉VS范德温克尔 16点 郭寒玉 蒋新宇VS克斯特拉斯 范德罗姆 我不能 订 Criminal